今天又做了河南老家的白菜模 真的超级好吃,拿肉都不想换 关键做法也超级简单 500克普通面粉 加280毫升温水,搅拌成面絮 揉成软硬式,只能光滑面团 再搓条,分成6个小剂子 小剂子揉圆 盖上保鲜膜,醒面备用 准备半颗白菜,洗净晾干 再切碎 加一根胡萝卜,一把葱花 先浇几圈食用油 搅拌均匀,这样可以割结盐分不出水 再加适量的食用盐 一小勺五香粉 两勺辣椒粉 加点辣椒粉,香香辣辣的 更过瘾 再来一点松鲜鲜提鲜 最后加几滴香油 馅料就调好了 取一个小剂子,擀成长方形的薄面面 在中间铺上一层馅料 边缘留一点空白 先左右包个边 再同一边叠起来 一边叠,一边拍出里面的空气 放在蒸屉上,水开散锅 大火蒸十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白菜卷既简单又特别的好吃 喜欢就点赞收藏时做吧